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为什么会对青少年心理学有兴趣 或者我应该问 你想要从这门课里面学到什么 看到青少年的反应跟行为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 你是教程的学生吗 不是很好啊 谢谢你对青少年的关心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回答 你可以从青少年心理学这门课 去了解一般的青少年 大概会怎么样去看问题 以及他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分析 你现在碰到的这个困境 但是如果你想要学专业技巧 去怎么样应对青少年本身的话 其实你需要修的课是资商方面的课 就是资商心理学的课 我们这个课不会教你怎么样去 跟青少年面对面的应对 这件事情是需要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可能要就是从资商上面去 从这个角度去看 好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 其实在大家的那个问卷里面 其实有很多同学讲到这件事情 希望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跟青少年互动 那这个东西这个课所能够给你的非常见解 它不是这门课的主题 好 我比较知道 我们比较知道怎么样想要去怎么样去分析问题 然后从这个角度就是把我们对青少年的概念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而且知道怎么样去切入问题 OK 好 那我想这是你们对青少年心理学的期待 我的期待 我希望给你一些现在已经有人做出结果的科学知识 以及我们所使用的科学方法 我希望训练你团队合作的能力 然后知道怎么样透过分组的讨论以及一起大家共同做一个project 能够知道怎么样当你在面对青少年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极重人之力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期待 是我的自我期许 也是我交了这么多年青少年心理学的一个梦业 就是我很怕青少年这门课是增进了你 台大学生都很会读书 然后呢我们是要考试的 然后我告诉你考试是要有标准答案的 很多标准答案是都从课本上找得到 然后可以从我的outline上面找得到的 那有同学会讲说 他在考前花了几天死命的读 然后考了很高的分数 这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梦魇 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太有能力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了 台大学生一点也不缺临时抱佛脚的能力 所以我想尽办法给你们各式各样的requirements 就是希望你在这门课里面学到的东西 不止临时抱佛脚而已 我的另外一个害怕的事情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的高分是怎么来的 到底是你很会念书还是你有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 那当一个课程要去做evaluation的时候 也非常非常难能够确认同学们有思考 那我们为了让这么大班的课能够获得一个 比较公平的evaluation 往往我们还是会倾向于去 就是有一些标准答案的东西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我非常害怕的 我用尽各种方式 这门课的所有的requirements 很多的requirements 其实都是在想说 我怎么样能够push学生去思考 然后我怎么样能够让你得到的高分 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你很会背书得来的 那我也希望说 当你在上这门课的时候 你心里会这样想 然后所以呢 我希望你每次上课完的时候 你都去想想看 今天到底上课给了我什么take home message 然后早一点去上网 把大纲抓下来之后呢 稍微至少不念书也浏览一下 去回想一下到底上课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会让你觉得这门课是有收获的 而且是让你激发了你的思考的 好 那我想要针对教育学生的同学说一些话 那我要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cohort cohort 在中文 我们把它翻成同辈 有人把它翻成科伙 科伙当然就cohort 用声音 但是问题这个火字 其实翻得很好 We are in the same cohort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同辈的人 所以我跟你们绝对不同辈 好 那什么叫做cohort呢 比如说现代的大学生 你去跟人家讲说 我们来个家具 然后家具要去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去玩桌游 这件事情是你们这一辈的人 常常做的 我回想我的大学生活 我的大学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具 那时候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桌游 因为桌游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很流行 我们那时候流行做什么事情 可能现在同学很少做了 因为我看我自己的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 我们大学时候常常去夜游 最有名的路就是从金山走阳金公路 走到鼻头角 然后看日出 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有没有人做过 那时候台大学生大概绝对一半以上的人 都做过这件事情 夜游 那时候同学就是很喜欢爬山出去玩 因为我们在家里不会从网路上可以看得到朋友 这就是不同的cohort 而且你想想看921的时候你几岁 超过五岁的人请举手 一个都没有 助教有没有啊 助教有人有 所以在全台湾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 只要你有记忆 你都会记得那天晚上的震动 在台北也会记得 那个震动是很大的 在台北都会那么大的震动 你就知道全国都会有那样子的震动 你知道911 911的时候你几岁 超过五岁没有 也还是没有对不对 好 有一个人谢谢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有看电视嘛 对不对 大家都看过那个大厦被撞倒的那一刹那 影片一直播嘛 谢谢他们今天都在 不然我跟空气对话都没有人回应这样子 好 所以你就知道这是cohort 而随着我们的年龄相差越来越远 我们cohort之间的overlap越来越少 比如说我还跟这些研究生有一些overlap 跟你们谈这些事情是 这个重叠是非常非常少的 好 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921这些911的过程 我跑去夜游 你们跑去桌游 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叫他 叫做generation imprinting imprinting这个字中文我们把它翻成名印 什么叫做imprinting imprinting是那个有名的动物行为学者Lawrence 他养了一群鸭子 鸭子一出生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的东西 他就会imprint 然后跟这个东西动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小鸭鸭出生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那一刻看到的是母鸭 然后母鸭走到哪里 小鸭就跟着母鸭 那他就得到保护 好 那这个叫做名印 叫做imprinting 那我们把这个字借用来以后 我们叫做generation imprinting generation我们把它翻成世代 那所谓世代名印的意思就是 在我这个cohort 在你这个cohort 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记忆 我们这个cohort里面的共同的记忆 或是过去的生活状况与背景 我们叫它generation imprinting 你现在是一个教程的学生 你现在马上去见习 马上去实习 你跟你那些高中生的实习的学生 差几岁啊 差个四五岁六七岁吧 所以基本上你们的imprinting generation imprinting 是很多很多的重叠 是很类似很类似的 所以当你有这些generation imprinting的时候 你非常好跟他沟通 因为他觉得你跟他是同一个cohort 你们是同一类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跟你谈 很多的经验啊 或者是他心里的一些纠结 其实你不要学会任何心理学 你不需要跟他有什么样的资商技术 你很快就跟他有了连结 很快就可以沟通了 但是问题是说 很不幸的我要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对中学老师有期待 做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话 你是要做个至少二三十年的 除非你换跑道 那么随着时代随着时间 你就会发现 你跟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 你面对的学生永远同样的岁数 但是你永远在变老 这就像我现在发生的事 完全一样 每一届每一届的学生都在离我的岁数会越差越远 越差越远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字 叫做Generation Gap Generation Gap 大概大家都听过 这就是代沟 世代之间的那条鸿沟会越拉越大 好 你过去你是一个实习老师 你是一个刚刚出来的老师 你想要跟同学们之间有一点革命情感 就拉着学生到篮球场去斗牛一场 两个人一起出个汗 就是body body了 但是到了你五十岁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那个力气上篮球场了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跟学生之间 还能够有沟通 他还觉得你愿意去跟他 他还愿意跟你诉苦 那你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approach这些问题 那我所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随着你对青少年心理学的了解 你对一般青少年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可能会有的一些议题有所了解 那么能够透过一些方法去切入这些议题 让你知道怎么样在你二十岁会 三十岁会 四十岁会 五十岁会 到甚至你以后更老更老的时候 你都能够跟同样大的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知道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这是青少年心理学的其中一个目的 请问什么是青少年 你青少年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我们称为青少年 所以是生理上面 青少年期是pubertal change 还有呢 就这样而已吗 那现在的女生月经大概几 小学几年级来 四五年级 所以四五年级的孩子就叫青少年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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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我在 有 太好了 請說 是從家庭的一陣子然後到成為獨立的個體然後擁有自己的價值嗎 獨立的個體是什麼意思怎麼樣叫做獨立呢 就是 例如說之前都會在家庭裡面可能都會傾向於就是家人出生就會這樣進行 但是到了情少年的時候自己就是有更多的探索機會 所以可能會擁有跟家人不一樣的探索 好 那所以是不是他也是態度的一部分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講他的態度 就是他反思於挑戰外在的規範 而且他自己覺得他是獨立的 他就是跟家庭不一樣覺得自己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好 可以這麼說 好 那還有沒有別的想法 要準備變成少年或者是成人的這個階段嗎 準備變成少年 那怎麼樣去界定少年或成人呢 如果講成人的話 可能會像剛剛說的講就是 比較有個體的想法 或者是 只要能夠完整的應對自己 遇到了外在的自己或自己 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說 他要變成這樣之後才能夠叫成人 所以他是不是比 你的意思會不會就是跟前面兩個同學講的 就是要稍微再前面一點 就是他還沒有完全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之前的那個狀態 可能是這樣子嘛 所以大家那個好像共識還滿多的 這個方向性是這樣 那他有沒有在別的層面上面 OK 所以這邊有專業出現了 就是提到Self Identity 那其實Eriksson提的Self Identity的概念 也其實就是去找到自己 也是準備變成一個 少年成人裡面的一個內容 是要有Self Identity 有自己是 就是找到自己的Self Identity 你是什麼樣一個人 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好 我們說這些可能都是態度上的 但是有同學告訴我們說 說不定他是跟他的腦部 腦發育上 在他的前額頁會有一些改變 不是念三類組的同學不要害怕 你該知道的事我都會放在大綱上 我們這樣子來講 如果說Pubertal Period是重要的話 那我想你們應該以前健康教育都已經學過了 Pubertal Period包括第一性徵第二性徵等等的改變 那他的確是在青少年期是Overlap的 是的確是這樣子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用Pubertal來定義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去問 那難道青少年期從小月四年級開始嗎 為什麼他會變這麼早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Define 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青少年的議題 好 所以有一個可能性是從生理上去看 也有可能我們是從年齡上去看 因為這樣大家比較清楚的能夠切割 或者是從年齡上去看 我們可以從他在學校的位置去看 比如說現在在台灣我們還上到小學六年級 可是有不少的國家小學只上五年 然後六年級就到Junior High School了 為什麼 其實也是去因應這些孩子們 他們比較早發育 所以我沒有在告訴大家說 Adolescence一定有什麼定義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這樣的現象 就年齡上12到18歲 傳統的一個方法去談這件事情 已經在很多國家 因為孩子們的發育的狀態不一樣 而有所改變 好 那態度上的這些改變 跟家庭的關係 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 去談孩子們的親子關係 他跟社會的關係 他的同儕關係 然後他的self identity 會是青少年心理學裡面一個重要的 我們會特別拉出來講的主題 然後我們的確也會提到那個很有名的人 等到你們這堂課 這學期結束之後 放心 所有的同學們都會跟Ericsson變成好朋友 那你都會認識他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腦發育上面的 那腦發育上面不只是prefrontal cortex 在青少年期有兩個重要的特色 一個特色是性人和非常的活躍 性人和是在我們這個 在腦部的一個部分 叫做邊緣系統 Limbus system裡面 那他大概位置就是在 你從那個鼻子進去的地方 在就是去腦子裡面 大概就是鼻子後面進去腦裡面的那個位置 就可以抓到 那性人和裡面 他其實性人和跟其他的一些大腦的構造上 我們叫他Limbus system 那中文翻成邊緣系統 邊緣系統的特色就是 他是在物種 物種發演化的過程中 一個非常早就出現的一個 他是演化上非常早期就有的東西 所以人類的近親也都有這個Limbus system 那也許我們知道說臨場類 其他的人類的近親 他們的大腦的皮質 並不是發育的跟人類很相近 所以人類的大腦皮質非常的發達 但是其他的動物沒有這樣 但是Limbus system其實在很多動物上面 他也發展得很好 因為在演化上他是一個比較早的 早就發展出來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就知道他其實處理的 就是有些 就是像Amygdala他處理很多人的物種的情緒的議題 那青少年期Amygdala特別發展得非常的活躍 應該說他的活動非常的多 非常的活躍 所以也引發了青少年期他的情緒起伏 然後他比較衝動等等 都跟這個Limbus system有關 所以青少年說他情緒起伏大 跟就是是真的 在生理上面是有證據的 主要就是Amygdala 性人核的關係 好 那性人核的這些起伏 要到什麼時候他才會慢慢的 能夠就是比較消你 然後讓我們人變成更理性 更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 其實就是因為prefrontal cortex 大腦的前額葉 或者是我們大腦一共分成四頁 簡單的說分成四頁 你高中的生物也許學到 就是他是有頂葉、枕葉 就枕頭的枕 頂葉、枕葉、涅葉 就是三個耳朵加一個書葉的葉 就是涅葉 然後前額葉 那你對於頂葉、枕葉跟涅葉的功能 都其實並不需要在青少年心理學知道太多 但是這個前額葉 prefrontal cortex 它管的就是跟你的 decision making 跟你的記憶 跟你的 problem solving 等等 比較高階 尤其是 decision making 跟 problem solving 這些高階的心理歷程是非常有關的 那prefrontal cortex 它慢慢發展之後 它才會去抑制很多 amygdala的功能 所以隨著你的發展 當你的前額葉越來越成熟之後 它通常就可以去抑制一些 你其他比較低階的腦部的反應 那能夠幫助這個青少年 在做 decision making 的時候 在認知的能力上會變得更成熟 好 那這個整個的過程 也都是在青少年期在發展的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青少年的定義 有可能也跟大腦功能的發展 到什麼樣的程度有關 好 那除此之外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青少年的定義呢 跟社會文化也有關 大家沒有特別談到這點 但是其實從傳統上來講 青少年的定義 在很多的文化裡面 它都有很清楚的 什麼時候的一個儀式性的行為 比如說竖法 你們在國文裡面學過 若冠 你們也在國文裡面學過 我直到看了聶影娘這部電影以後 你們總該知道聶影娘吧 對不對 總算有一點 generation 的沒有 gap 了 我們同樣的 imprinting 被侯孝賢的電影所 imprint 這個聶影娘裡面 有提到她的女孩子 有個叫做吉姬之年 記不記得 這我完全是從聶影娘裡面學到的 這個意思是說 吉是髮簪的意思 是古代女子年滿十五歲 要把頭髮竖起來 用這個髮簪 所以叫做吉姬之年 所以十五歲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那不只這個華人文化裡面有 像猶太人有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叫做 Bar Mitzvah 我那時候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就會去參加我的 office mate 她的小孩 十二 三歲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成年禮 然後他們就有一些猶太的儀式 什麼等等的 那也是對於孩子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 event 表示她從今天開始 她是另外一個成長到另外一個階段 必須要為自己更負很多的責任 然後他們有很多祈禱的儀式 然後事後也有很多很瘋狂的party 但是之前其實是有非常清楚的宗教儀式 那這些都是讓孩子去感受得到 她過了今天之後 她已經到了一定的歲數 她可能是需要去思考自己是誰 她可能要對社會負更大的責任等等的 或者是說她可以開始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OK 那這是社會文化因素 好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簡介一下 當我們在談青少年 到了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必須open-minded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青少年的定義是什麼 那也有人會說 其實青少年的定義 就是從變成成人 從兒童變成成人之間的 我們叫她青少年對不對 剛剛有同學提起 那接著我們就要去問 什麼叫做adulthood adulthood 具備了什麼 是青少年沒有具備的 你覺得你要做一個成人應該具備什麼 我先來問 你覺得你自己是成人嗎 不要擔心 現代我們等一下會說另外有別的字 來代表你們這個階段 好 你不想現在還不想當成人 沒有關係的 那你覺得真正的成人會需要 是什麼樣子才叫做成人 就有兩個 然後第一個就是 建立一個 儲勝性的 就是 對自我的認同 因為剛剛前面就是 有審視這邊的話 就可能會出現問題 就是 就是 顧問 對於 他對於 他自己的內容的價值 關係都還沒有建立 所以說 在有刀屋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重整性 然後 他可以讓自己產生 然後 屬於自己的價值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會是 自責的部分 就是 就像前面講 他有對於自己的認同 之後他才有辦法 就是 建立其他對於這個世界的前期 這樣子的話也會讓他自尊 有 相較於 導致之類的之間 有更好的表現 我覺得就你對自己的成人的理想來說 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但是就心理學家的角度來說 我不知道怎麼測量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可以 Define一個人是 有自尊 然後有同整性的自我的概念的 其實我們在科學上是沒辦法 做這些測量的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的理想 作為你 人生的那個 那個往前走的一個calling 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事情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怎麼樣去定義成人 腦發展的完全成熟 什麼叫做完全成熟 是說退化的開始嗎 那是不是退化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就不能叫成人了 比如說我 像我這個年紀 其實我的功能已經不太好了 我是不是就不能算成人了 自己養活自己 這個活著很重要 就是可以把自己養活 應該說不只是自己養活自己 而且可以把自己養活 很好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當成人 我們都必須要學會自己 就是要有能力自己養活自己 還有呢 18歲 法律上 18歲 還有呢 好多隻手 來一個一個來 犯錯的包容性 犯錯的包容性 比較小 對不對 社會對犯錯的包容性比較小 所以呢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他是self responsible 他在出事我們不會找爸媽了 對不對 就是說他必須self responsible 他做什麼事情 你要自己做事自己擔當 這些東西 就是說腦發展的話 如果你要從腦發展的角度去講的話 其實很困難 因為基本上如果那個角度的話 真的 小妹我已經不是成人了 因為就是我的功能已經退化了 好 那真正的定義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他是要self sufficient 意思就是說你要經濟獨立 你可以自己養活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self responsible 就是你要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然後你不是說什麼事情發生了以後呢 你去別人可以幫你去負責任 而且呢 就是你有獨立思考是重要的 就是decision making self decision making 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們就是有這三點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件事情 self sufficient 講得更清楚的話 那我們會說他是一個 看起來是可以持久的permanent 而且是full time job 有人也會這樣子定義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permanent full time job 然後你要self sufficient 你要self responsible 然後可以獨立思考什麼等等 我們才會真的叫做成人 但是呢 說老實話 這件事情非常的吊詭 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我們現在都知道什麼叫做斜槓人生 對不對 有些人就是靠斜槓人生活的 然後他也現在變成了一個被容許的形式 因為社會上太多的工作 已經不是需要一個permanent job 一個full time job 才能夠解決的事情 因為他的自動化得太快 所以就造成說 其實你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一個permanent full time job 去做這件事情 你可能有好幾個part time job 然後他也是照樣可以self sufficient 所以過去對於成人的定義 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對成人有的概念 對就是說變成成人之前的青少年 就更清楚地去標示什麼叫做青少年之後呢 那我們就回到了剛剛原來的問題 青少年到底range有多大 如果我們不用 就是從上面的這些條件來講 如果我們不用12歲到18歲 來當作青少年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說 但是我們從那個成人來看 就是說因為成人要這樣才叫成人嘛 然後我們會不會覺得 現代的青少年期變得非常長 他很早就開始 很晚才結束 很早開始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的生理發展比較快 那生理發展為什麼會比較快 營養很好 還有呢 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 其實你網路上看到的各式各樣的刺激 有沒有影響啊 這件事情是可以考慮的 就是有人的確在台灣的 某家醫院的某個醫師發過一篇paper 講說那些會看網路愛情劇 還是這種什麼樣的那個東西的 就是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那個刺激比較多的國小學生 他們的青春期來得比較早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就是paper並不是很多 它基本上就是比較是調查性的 統計性的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很清楚的機制 我們還不知道 可是這是一種可能性 就是除了營養 除了環境荷爾蒙之外 也有就是說 你的環境裡面的社會文化刺激 也是會影響到小孩子 他的整個生理的發展 好 所以來得早 那為什麼青少年發展 青少年的概念結束得晚呢 如果我們照self sufficient self responsibility permanent full time job 來說明的話 為什麼青少年期現在越來越晚結束 都在讀書 社會相對安定 但是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安定 的話 那是不是在戰區的青少年就比較早 變成成人 可以好好想想耶 我還沒有想到答案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先等一下 剛剛說都在讀書 然後呢 晚婚 壽命變長 所以可以揮霍的時間變多了 所以可以晚一點再起步 社會定義沒有改變 但是 生活步調 生活方式改變了 所以呢 經濟水準提高 為什麼跟青少年變晚結束有關 家庭有能力負擔他更長的成長期 那可能就是要跟剛剛同學講的一樣嘛 因為社會安定 家庭才有錢 可以負責他的成長 所以這個官官相連 好 我們先來講這件事情 因為有一個人 叫做Jeffrey Arnett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青少年心理學家 然後我這個禮拜就會開作業 然後請你們看他的Tech Talk 然後呢 Arnett就說了一件事 他說過去的時代 我們叫他是所謂的labor economy 是manufactured economy 是製造性的經濟 他說可是呢 現代這個社會是所謂的knowledge economy 那所謂的knowledge economy就是說 當你想要進入社會 想要成就 然後想要有一個好的工作 其實因為很多基本的學徒的工作 都已經被機器替代了 所以你找得到工作 可以找得到full time job 你其實大部分的工作 都會漸漸的變成 需要knowledge的工作 好 那你需要knowledge你怎麼辦 你要上學啊 所以你現在不但要念大學 還要念碩士班 還要念博士班 你就慢慢在那邊念啊 那慢慢在那邊念 你就沒有full time job 你就是要靠家裡支柱 好 那所以這樣的話 住在家裡 然後住在家裡的話 你就不是self sufficient 好 所以其實青少年期的延長 是跟這個社會的自動化 automatization 是有關的 就是因為你太需要了解科技 因為所有的科技 讓原來大家可以去上班的地方 那些工作都不存在了 因為沒有高速公路的收費小姐了 然後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的imprinting是有公車小姐 公車小姐好威風喔 現在沒有公車小姐了 只有公車司機了 ok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就很多的職業 隨著technology的進步消失之後 你會需要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知識 你才能夠去做 有一個職業 好 那我們會除了求學時間延長 而且呢 我們會說變成成人是什麼樣子 我們以前老是喜歡說四子 房子 車子 妻子 孩子 一個人要settle down 就是要有房子 要有車子 就要有職業可以賺錢 然後要結婚 這個是性別不平等 養太太 然後要養小孩這樣子 好 可是這個世界在改變 第一 你有房子嗎 現在大家誰買得起房子 這個安土樂居 這個安土安居的概念 不能夠在這個社會上面 在爸爸媽媽要你安土安居 現在你安土安居 也是爸媽幫你買房子 那也不是self sufficient 然後你要settle down 婚姻的意義是什麼 現代不只世界 就是台灣也是隨著世界的潮流 你們現在對婚姻的定義 對性的定義 已經跟你的爸媽完全不一樣了 你回去跟爸媽談談這件事情 他們要是真的知道 你對性的看法是什麼 他們大概會嚇死 你敢跟爸媽談嗎 你說說看 你們有沒有人真的跟爸媽談 可以完全公開談這件事情 然後對於你的性觀念 你知道說跟爸媽是一樣的 有人嗎 很少 很少 因為台灣這個社會在過去這麼多年 這幾十年來 改變得太快太快了 所以這個觀念是不一樣的了 然後你沒有安土安居的概念 因為你沒有成本 然後你也不必結婚 因為你沒有性的需求 不是說你沒有性的需求 是你的性的需求 並不一定要靠結婚來滿足 這跟你的上代 上上代是不一樣的 你的需求不需要靠結婚來滿足了 你還是性生活不必要合法化 沒有這個合法的概念 沒有法的概念了 而且現在大家養得少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然後離婚率又這麼高 大家害怕承諾 然後你害怕養小孩 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養得好養不好 很多人不想要生小孩 他其實是害怕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不生小孩 不買房子 不結婚 就是當不了傳統的成人的概念 所以青少年的概念只好需要去改變 因為你不可能一輩子 到了三十歲還當青少年 所以就有一個新的概念出來了 這邊有研究所的同學嗎 我們不能夠說研究所的同學 大學生現在還勉強可以叫 Late Adolescence 大學生勉強可以叫Late Adolescence 現在你去看國外的青少年的paper 都會容許大學生的資料 當作青少年的實驗對象 然後登在Adolescence的Journal上面 但是你大概過了大學時代 叫研究生大概就無法真的叫Adolescence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成年萌發期的概念 就是你還不是真正的成人 但是你也很難叫做青少年了 然後現在這個Emerging adulthood的概念出來之後 大家就是鬆了一口氣 就是你不會覺得自己這麼羞愧這樣 就怎麼到現在還是青少年 你們的課本就會寫到 Jeffery Arnott怎麼樣去定義青少年 定義Emerging adulthood 他會在課本的一個page number上面 我會在大綱裡面告訴你page number在哪裡 他差不多是指18到25歲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也知道說 所謂的prefrontal cortex 真正成熟的時間是25歲左右 所以到18到25歲 就是我們叫做Emerging adulthood 然後他說Emerging adulthood有四個特徵 這課本上都有 我會告訴你們在哪裡 就是等你們拿到課本之後 你可以翻到那邊的 第一個就是identity exploration 你的自我認定的去探索 探索自己到底是誰 我想你的18歲到25歲 應該也是這樣子的 你就正在開始進入Emerging adulthood 你在探索你到底將來要做什麼樣一個人 你要做什麼樣的職業 你要不要轉系 你要不要考研究所 你要愛上這個人還是愛上那個人 你要跟他維持多久的關係 然後你的性別傾向 這些東西都會在這個時候 要慢慢確定了 做個決定 所以它是一個identity exploration 然後慢慢進入自我認定的狀態 第二個 instability 不穩定 這就是Emerging adulthood的定義 不穩定 真的不穩定 你三年以後 會在哪裡 你們都至少大三大四了 對不對 三年以後你會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其實不知道 沒有人敢肯定 我告訴你我三年以後會在哪裡 我還可能站在這個講台上 如果一切平順 我的就是 cross my finger 我就會站在這裡 所以我都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但是你們不知道 它就是instability 好 第三個 是self focused 是你的焦點都在自我身上 你沒有什麼社會責任的 你在這個年紀 你爸媽還不夠老 所以他不需要你照顧 他們可能還在照顧你 所以你沒有教養 不是 沒有教養小孩的責任 沒有養育父母的責任 OK 所以你的obligation 都在自己身上 你沒有什麼social obligation 你都是self focused 都在自己身上 就是你只要把自己養活 就不錯了 可能連自己都養不活 而且呢 同時 雖然你看起來不像真正的成人 可是有一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你開始有恨 起心動念之間 你覺得你是一個自我獨立的個體 你有一種sense of autonomy autonomy 這個字知道吧 自動自主 你有非常高的自主性 你的起心動念之間 你都覺得 我想要去做什麼 我就去做什麼 我想要怎麼樣 就是有非常高的sense of autonomy 這也是self focused的一部分 所以我講了identity exploration 我講了instability 我講了self focused 最後一個 feeling in between 沒有 第四個 不是最後一個 第四個叫做feeling in between feeling in between 的意思就是 你也不是青少年了 你也不是成人了 你就在一個非常尷尬的階段 feeling in between feeling in between 你不知道你應該算小孩嗎 是青少年嗎 你還是算成人嗎 有時候你覺得你像個成人 有時候覺得你還是個孩子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第五點 Age of possibility Age of possibility 這是這個年紀最讓人興奮的一件事 我也記得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有曾經想過 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曾經在大四的時候想說 明年此時我在哪裡 然後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在想說 那我將來會在哪裡 就是在二十郎當歲到三十歲之間 你常常會 就是你好多好多的可能性都會出現 這是你們這個年代最不確定 但是最興奮的一件事 所以這是emerging adulthood Arnold 給了他一個清楚的定義 我會請你們去看那個影片 除此之外 因為剛剛同學一開始就很勇敢的發言 很謝謝他帶起了同學們發言的勇氣 他說pubertal period 是青少年的定義 那我就問他說 那是不是小學四年級開始就是pubertal period 所以呢 我剛剛忘了跟你講 就是因為現在的青少年期拉這麼長 我們不但後面有一個概念叫做 emerging adulthood 那在一些paper上面 你會看到另外一個概念叫做 pre-adolescence 叫做前青少年期 不是青少年前期 他不是early adolescence 因為我們有early adolescence middle adolescence late adolescence 但是有一個概念叫做pre-adolescence 叫做前青少年期 就是還沒到青少年 但是他在青少年前面一點點 他可能已經就是性慢慢有一點點成熟了 然後他開始有一些第二性真的發育了 但是他又好像還不是真的到青少年期 所以我們有這個pre-adolescence的概念 好 那還有一個概念 所以我剛剛也講了 有所謂的early middle 跟late adolescence 那還有一個概念叫做youth 也是你會在一些文章裡面看到的 youth呢是一個比較rough的概念 就是說心理學家比較少用youth這個字 大部分都是社會學家在用 然後美國的學者比較少用 英國的學者比較常用 那所謂的youth 基本上他大概差不多是 也是講adolescence跟adolescence之間 然後講的大部分都是在講 就是學校還在 就是還在上學的時候的那個時間 真的比較少人真的去定義youth的年紀 大概就是社會學家 就是從青少年期開始他就講 比如說youth的民主參與 然後youth對社會運動的關心 什麼等等 社會學家比較常用這個字 好 那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紹的 我們對於青少年這個名詞 他怎麼樣定義 那他現在為什麼定義越來越不確定 以及emerging adulthood 以及pre-adolescence的概念 那下面我們要進入下一個主題了 就是青少年心理學的研究手段 青少年心理學的研究手段 其實跟發展心理學很類似 那有些很類似 有些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有些研究我們用觀察法 我們實際去觀察青少年 比如說他們的親子互動 他們的同儕互動 那這些互動方式呢 我們通常有些是設計一些實驗情境 然後做lab observation 比如說讓三個青少年一起去競爭 然後玩一個遊戲 然後看他們之間的競爭以及協調 或者我們有所謂的field observation 像田野一樣的observation 比如說就是在學校裡面 我們去觀察青少年在下課時間 他們做哪些活動 然後他們的互動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叫做natural field observation observation 那通常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們做了observation之後呢 我們都會把它做一些編碼 就是我們會給不同的行為 或是他表現出來的情緒 一些清楚的定義 給他一些操作型定義 然後給了操作型定義之後 我們可能錄影起來或是當場 然後再請observer做一些編碼 那這是observation的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呢 我們就in general就是survey and interview 調查以及物談 那調查的話當然 調查跟物談 我們為什麼把它放在一起 就調查就是調查寫問卷 那物談是物談 那我為什麼把它寫成一個 就是這個東西的特色 他們共同的特色 其實是透過自我報告 問卷是你自己填 因為青少年通常都可以認字 然後可以填寫問卷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self report 然後不然interview的話 也是請他自己講 所以這是self report 那你如果用物談的話 你就可以分辨 就是說比如說他是structured interview 或者是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或是unstructured interview 那所謂structured interview 他就有一點點像問卷了 就是我非常有結構的 問這個再問這個 問這個再問這個 那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就是說我問問問 然後他有個答案 然後我覺得問得不夠清楚 我可能會追問一些小問題 那他如果答的是什麼樣的話 我也許就不追問了 那就是說我有結構 但是這個結構並沒有這麼嚴謹 那unstructured interview 可能給他一個很大的題目 那就是隨便受試者自己講 那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自我報告的這種方法 你覺得準嗎 請人自我報告 你要相信嗎 他會不會講假話 所以自我報告我們就要想很多方法 去解決social desirability 的問題 我猜你覺得你想要我這樣回答 我如果這樣回答的話 我會看起來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在外表上 整視自己看起來像一個 又體貼又忠心 又關懷別人 什麼什麼等等的人 所以就是自我報告 他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說 他可能要想辦法去解決 我因為社會期許的原因 而讓我自己把它 把自己稍微扭曲一點 變成一個什麼特別的樣子 那我當然就可以從我的題目上面 我的這個過程上面想個辦法 讓他的社會期許比較低一點 這是自我報告 然後第三個叫做standardized test 我們叫他標準化測驗 比如說像最有名的測驗 什麼是標準化測驗 就是智力測驗 智力測驗的標準化是說 比如說你如果小時候 什麼要上自由班以前 可能不只做團體測驗 還要做個個人的標準化測驗 那比如說個人的標準化測驗的話 如果也許有些同學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他可能要你做圖形的拼圖 然後圖形的拼圖 他會把一些不同的拼圖 放在你的面前 然後他連那個拼圖怎麼放 哪一片拼圖放在什麼位置 手冊裡面都會有規定 因為他要make sure 就是每個人在做這個測量的時候 他所有的每一個步驟都是標準化的 這樣子才能夠讓 每個人的成績什麼等等可以比較 所以標準化測驗的一個點 就是說他的 procedure 是要標準化 那另外一個標準化就是說 他一定要有長模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找了一群 sample 找了一群人 我抽樣 我抽了一群樣本出來 而且我抽樣非常小心的抽樣 比如說台北找多少人 台中島找多少人 台南島找多少人 高雄找多少人 然後每個縣市找的人 還要去注意他們的成像差距 有多少人 然後他們的父母教育程度 有多少人等等 我們用很多的方式去 讓這個抽樣非常平均之後 或者是在某一個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我們用隨機抽樣 就我們找到這些不同群體之後 又在這個群體裡面做 random sampling 我們做 random sampling 那就是在我們去確定我們要怎麼抽樣之後 又在每一個抽樣裡面去 random sampling 找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之後 我們就覺得說這樣抽出來的人 是具有母群的代表性 就是這個抽樣 從sample 可以去推估人口裡面 母群裡面 就比如說整個台灣是一個母群 我抽了足夠多的人 而且用很好的抽樣的方法 然後又可以分層抽樣 又分層抽 而且每一個分層裡面又找了 又 random 去抽 那找了這些人之後 我可以代表母群的話 那我就是變成說 他是 representativeness 他是具有母群的代表性的一個樣本 當我找到了一個樣本 他具有母群代表性之後 他具有母群代表性之後 我就可以用那個樣本 所呈現的平均值 標準差 去說這個樣本的平均值跟標準差 我算一算可以代表母群的平均值以及標準差 那當我有了母群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之後 我再用同樣一個標準化的procedure 標準化的內容 標準化的題目的測量工具 去測量一個新的受試者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找了這麼多人 然後已經可以 就是這麼多人的資料 我已經找出他的平均值標準差之後 我下次再找一個新的人去測量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個新的人的分數 去比對到這個distribution上面 他在這裡 他在哪裡 我就可以說他在母群裡面的位置是什麼 他是比母群中的命 母群中的那個平均還要高一點低一點 我就知道他在群體裡面的位置 在什麼地方了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用樣本去推論母群 建立母群的代表性的一個樣本 然後我們叫他 叫他常模 然後我們用新的人 就可以去比對他在常模中的位置 那我們叫這個東西 叫做psychometric approach psychometric 我們翻成心理伎量 那以後我們講到認知發展的時候 還會再提掉 那這就是一種心理伎量的做法 然後去了解青少年 OK 今天講到這裡 看來講到這裡 怎麼可能 這樣看來講到這裡 是嗎 那 courses